要是坐着就能预防摔倒的话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招 但是咱们怎么来测试呢 防倒啊 最主要的这个肌肉在下肢的肌肉 所以我们这个测试呢 就来看看各位的下肢肌肉的力量的情况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的动作是要双手交叉扶肩 这个目的是不借助于上肢的力量 我们有的人起来说必须要手扶一下 因为下肢力量不够 那我们这样就避免了上肢用力 然后呢可以坐在椅子 稍微靠前的这个三分之一的位置 比较容易起 然后这样站直 然后再坐下 连续地坐 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五次 到第五次彻底站直 这个时间点停住 看谁坐得更快 看谁坐得最快 也就意味着肯定有一个人 坐得是最慢的 所以测试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还是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跟我们同步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您坐的这把椅子 一定要非常的稳固 或者最好有家人呢 像我这样啊 在后面帮着扶一下 稳定一下啊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 三 四 四 四起比较 好 好 到第五次站 做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这个器官就有点酸了 源源不断地动力 我觉得还行 没事啊 那您呢 没事 那么在刚刚的这一轮测试当中 究竟谁有跌倒的风险呢 好 来 我们看看测试结果 哇 获得优的是李老师联系 而李祥老师是梁 周阿姨是钟 这个测试 我们主要测试的是下肢力量 也就是腿部的肌肉力量 那我们从刚才几位做的这个速度 大家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 做的速度快的 它显然就是下肢力量比较好 它能够快速地起坐 那么速度慢一些的呢 可能就是肌肉力量的问题 当然呢 这个测试 其实我们还会反映一些 比如说骨骼的问题 比如刚才这个李老师也说 膝盖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 也会影响它起坐的这个速度 我们有一些老人 比如说它这个有腰疼 腰间盘突出 或者腰椎管狭窄 它可能每次从椅子上起来的时候 就不能直着起来 可能需要这样弯着 撑一下 对 走一段时间才能直起来 这个也会影响测试的结果 周阿姨您腰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就是腰盘前突出 椎管狭窄 往下那个猫腰的时候特别费劲 所以咱这一次测试的这成绩是中 可能也受到这腰疼的影响了 对 那我们给连续 颁 颁 颁奖了 连续 你要不要说一货奖感言啊 一个是下肢有劲 二一个还有这个 弹性比较好 对 这个肥肉护体 所以我摔着有迷糊 下盘扎实 这出乎意料啊 还有李老师这个 下肢的力量也非常好 也给您颁发一个奖章 真的锻炼了 好 进入到第二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我们是借助于仪器 来测一个三米折返的 这样一个实验 从这个起跑线 到这个黄杆是三米的距离 那我们要测一个三米的折返 也就是我站在起点这个位置 然后听到这个机器 发出开始的声音 我就正常的速度往前走 走到这个黄杆绕回来 再回到这个终点 我们记录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可以 还有一声枪响 好 您的时间已记录下来 是6.40秒 看起来挺简单的 这个怎么就能够测试出来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跌倒的风险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行走就要借助下肢的力量 同时我摆臂也有上肢的力量 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转身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平衡 和整个身体的协调性 那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 这个肌肉的一个综合素质的情况 是不是要走得越快越稳越好呢 其实这个我们的要求 是让你按正常的速度 因为这个距离不长 但是它有个转弯的过程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如果走得太快 可能在转弯的时候 也会发生风险 所以并不一定越快越好 好 来 我们请李老师 好 第一个来进行课室 可以了 好 您的成绩是7.30秒 非常不错的 刚才李老师走的过程 我感觉看到了国际模特 在机台上走 好有气势 下一位 来 连续 准备 可以 看来 一小垫步 相当不错 5.50秒 还行 碎年轻轮 来 下一位 朱阿姨 慢点 慢点 慢一点 注意安全 朱阿姨 您请站好 稍微往后一点 开始 可要 可以 还一倒一小碎步 好 内部走 您的成绩是8.00秒 好 8秒钟 来 下一位 李老师 准备 开始 可以了 这才是国际难模 今天成绩是6.50秒 刚才几位对自己走这个测试 满意吗 我都忘了我 我都忘了我 反正就是比赛第二 友谊第一 是吧 你感觉走这个难吗 朱阿姨 不难 尤其是绕弯的这个时候 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跟直路不一样 这个拐弯呢 就有点 那个 那什么了 有点吃劲了 这个地方好像要反映一下 得反映一下 对 协调才能够过得来 所以就出界了 这是一个在医院里 才能做的一个专业测试吗 这个仪器是比较客观的 因为它是这个红外线感应的吧 当您过这个杆的时候 它就自动计时了 在家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描表的方式 所以这个机器是更准确 更客观的 也感谢潘老师和我们另外的音乐经线人员 很苦难 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二轮 四位的测试结果 请唐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们这个测试结果呢 其实除了我们说客观的这个时间的秒数以外 其实我们还预先录入了每个人的年龄和性别 那么它是根据年龄性别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我们看到其实三位都是优秀 只有杜阿姨的成绩结合年龄性别 它结果是一般这样一个成绩 那对于像65岁的老年朋友 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 多少秒可能就是我们跌倒的风险相对较小 那超过多少跌倒的风险就相对较大呢 其实如果按我们的标准的话 三米的折返在十秒以内都算是合格的 所以其实杜阿姨的成绩只是在这几位当中 显得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三米折返的时间超过十秒 那就提示跌倒的风险增高了 三米还得走十秒呢 确实就是颤颤巍巍地在走 而且转身的时候可能 我看大家基本上一步就能转过来 有的老人可能要这样转好几步才能转过来 下面我们再用一个客观的测试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我们下肢小腿围的这个办法 因为我们其实腿围的粗细 主要就是肌肉的这个存在在维持 就是谁小腿的肌肉含量多的话 很有可能腿围的一个尺寸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的 那还用测吗 那也得测一下 第一我都知道了 那也得看看第二第三第四是谁 是不是 来 第三二测试马上开始 我们第一位先请李老师 好 那我们测试的方法呢 就是让这个被测试者坐在椅子上 然后这个腿垂直于地面 对 您稍微往前坐一下 然后把裤子稍微拉起来一点 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测量这个小腿最粗的那个位置 那么李老师的这个小腿围就是33 厘米 厘米 好 别先别我了 我都最后吧 来 朱阿姨 那我们这个 朱阿姨的腿围是30 30厘米 好 李教授 李教授的腿围是39厘米 可以 也来了吗 没有你就 叫不出来 够长 这个是凉腰围的尺子 放心吧 那连续的这个小腿围是53厘米 好 以前是知道自己腿围是多少吗 我不知道 实际上也不知道 那53 李教授以前关注过自己的腿围吗 原来没有 没有聊过 那四位的腿围测试结果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有人是在红色区域 有人是在绿色区域 这代表着什么呢 当然我们这个小腿围呢 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值的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和绿色的分界区的那个标准在31厘米 所以如果我们的小腿围不足31厘米 可能就反映我们下肢的肌肉的含量不够饱满 那么肌肉量不够 可能就会引起跌倒的风险 那这男的和女的标准是一样的吗 男女其实在正常范围肯定是略有差异的 男性会略微高一点 但是如果都小于31了 那就是在不管男性女性 都是属于这个小腿的肌肉的含量过少了 那这人各高各矮 胖的瘦的这也不一样啊 对 就是如果按身高体重 甚至性别种族去校正 那它的这个不准就会更加个体化界限 如果比这个还小 那就说明这个小腿的肌肉的含量不够 所以我们回家之后得量量我奶的那个腿围 是的 尤其是老年 它的腿围很有可能就是小于31的 所以就发生了跌倒这个问题 是的 没有 连续你这一次真的是遥遥领先 对啊 我相信我们那个说相一绕口令了 山前有个催粗腿 山后有个催催粗 二人山前来比腿 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腿粗 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 你能搭动下来还挺厉害的 对 这腿粗其实有好处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 它那么那么胖 肌肉那么多吗 二百多斤 我这腿要是31厘米以下 那就跟牙签插一肉丸在这 它能够那样 它有道理的 还好你还有实质之名 不过我觉得这两哪个围 你肯定都是第一名的 是吗 这个还比较有时间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谁 那是朱阿姨 然后这一轮测试 咱看到朱阿姨的这个结果 还是在红色的 不是很理想的这个区域 所以您以后还真是得 更提高警惕了 千万要注意别摔倒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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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刚刚我觉得这个吧 太不客观了 这连续同共就 那从头到脚它都胖 那无论什么围它都是会第一名的 对不对 这太不公平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更为客观的下一轮测试 请上道具 靠医生这个机器是更客观的是吗 对 这个是我们测量身体成分的一个机器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连续究竟是肌肉的含量饱满 小腿为粗 还是说里边有脂肪的成分参与 那我们怎么样能客观地把它分开 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机器 叫体脂分析仪 它实际能帮我们大致区分身体里 肌肉 脂肪 水分的含量 能给我们一个区分 这样我们就能更客观地了解 肌肉 骨骼肌的含量 来吧 你看 高科技 我先来 您双手握着这两个手柄 然后伸直 双臂 对 略微张开 好 非常标准 您别动 我来给您输入一个参数 我现在就考虑考虑 都是吃什么的 好 您别动 现在测试已经开始了 我让你动 别动 好的 现在您的测量已经结束 数据已经传过来了 可以先回来了 好 第二位 李老师 像这样是吗 对 两个脚踩在电极片上 好 然后双手握住这两个手柄 自然握住就可以 双臂伸直 略微张开 约三十多 再稍微称臂 不用使劲你 不用使劲你 不用使劲 对 大医生为什么握着这个 就能够测出来 它肌肉是多少 实际上这个就是 大家看到我们这样一个闭环 形成了一个电流的闭环 就是脚跟手 对 是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测试 就是默认身体是一个电阻 那么当有微小的电流通过身体的时候 肌肉 脂肪 水分 对这个电流的阻抗是不一样的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分出不同的身体成分 好的 可以了 这一轮测试过后 连续你实话实说 你觉得你那勋章还能保得住吗 我觉得不光保住了 你还得把我应得的都还给我 对 那李小老师呢 觉得自己能达标吗 我觉得我应该能达标 猪阿姨 您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差点可能 可能差点 李教授 您呢 预估一下自己的成绩 应该可以吧 那究竟各位的测试排名如何呢 请看结果 刚才大家站到这个仪器上的时候 我们也录入了身高体重的数值 通过这些综合的指标呢 我们算出一个肌肉和脂肪的比例 以李翔老师的这个为例 那么李老师的脂肪含量是正常的 但是呢 我们说您的肌肉含量 在您这个年龄的性别 就是稍微偏少了 那么对于连续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体脂比例倒指的这么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它的脂肪比例偏多 肌肉比例偏少 这个叫体脂比例倒指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 肌肉的含量多一些 它更能够维持功能 减少跌倒 那么朱阿姨呢 可以说是整体的这个 无论是脂肪 还是肌肉还是肌肉的比例都偏少 需要增加锻炼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最好的是我们这个李老师 大家可以看到 脂肪的比例是正常的 而且肌肉的含量非常发达 太棒了 太让人羡慕了 连续怎么办呢 我说这摘下来呢 还挺自觉 加强锻炼 加强锻炼 合理人生 还给我 来 还给我 还给我 李老师 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七十多岁 然后身材保持得这么棒 精气神都这么饱满 平时我还是比较爱好运动的 另外呢 我教梅术 教书发 绘画 这个书发和绘画呢 本身呢 它是脑力劳动和身体运动的契合 就是内外兼修 怪不得身体这么好 所以看得出来 您今天在整轮的这个测试当中 综合成绩是排在第一位的 特别棒 谢谢 谢谢 最好的榜样 您看 朱阿姨就在您的身边呢 咱们就先从李老师的身上 学一学 好不好 好 来 李老师请您到台中间来 咱们好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这个身体真好心得 在我们中国俗话界 好多俗话家呢 把养生 戒生和书皇创作呢 结合起来 大家知道像七白师 黄冰红 都是高兽 展大前 他们在平时呢 其实做皇时候呢 都和戒生都有密集的联系的 比如说写字 这个指示都很重要的 姿势很重要 比如说写字和两个腿呢 它应该是分开一些的 比如说摘了写字 这个膝盖呢又微微地弯 放松 稍微寒熟 但是脊椎呢 经椎呢 保持尽量地直 瘦呢 拿别人和呢 吹重 不要这样故意加得太高 稍微吹重 这样来正常地回号 特别是气呢 有排合 气要 呼吸有排合 呼吸也要配合起来 康医生您看 刚刚李老师在说 自己创作的时候 这姿势就要特别地讲究 你说就这一姿势 对于锻炼我们下肢的力量 是不是也挺有帮助的 是的 其实刚才我给李老师 测小腿围的时候 就能看到 他的小腿的肌肉非常饱满 非常紧实 是的 那么其实刚才李老师 说的这个写字的这个姿势 就无意中给我们展示了 一个肌肉锻炼的方法 尤其他刚才讲的 这种微蹲的方式 然后保持这个姿势 其实就是下肢肌肉锻炼的 一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又融入到 李老师平时的 这个书法的这个创作当中 既修身养性 又这个陶冶清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办法 李老师能不能在现场 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您平常都是怎么样 来进行书法创作的 好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书画健身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光心灵得到了净化 身体也得到了强健 这是一个身心兼修的 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分享 老师 在今天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 除了李老师 整体的表现非常优秀之外 其他的三位 好像在某一些方面 都有一些摔倒的风险 通过几轮测试 我们场上的其他的三位 谁的跌倒风险更大呢 祝阿姨 祝阿姨自己心里也大概有一个衡量 就是我们几轮的测试 包括五次的起坐 我们小腿围的测量 三米折反的这个测试 以及最后这个最客观的 我们看看肌肉含量的这个测量 几轮测试下来 祝阿姨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所以可能以后我们要通过饮食和锻炼的方式 要能够增加肌肉的含量